大家好,我是看,我是罗文斌看,我是罗文斌 台股在昨天出现了大量的一个长黑之后 我们看到今天一开盘,哇,又让大家念了把冷汗 开低之后就一路的向下压低,盘中一度跌了63点 最重要来到16212 距离上个礼拜五的低点16202 只差多少,只差10点的一个空间了 哇,这个时候大家一定很害怕,对不对 如果连这个12602多方的最后一道防线都失手的话 哇,那下档怎么样,又是一个万丈深渊 不过所幸,就在碰到今天的低点16212之后 随即往上拉高,翻红一路涨48点 好,那在往下压回之后,跌势没有再扩大 就几乎都在平盘上下多空在做一个较劲 那到现在,零收盘前剩下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加均指数在盘上大概小涨10点左右 那我想对于近期的一个盘面 昨天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根大长黑 几乎把前面两根红棒都给吃掉 我昨天也说了嘛,你面对接下来有三天的中秋长假 而长假前,通常长假前的第三天 第三个交易日,它的卖压会是最重的 所以昨天在面临所谓的节前卖压最重的这个时间点 当然出现了这个黑棒,不令人意外 但是我说今天开始,基本上这些卖压就会减轻 那当然卖压减轻并不代表新的一波涨势随即发动 我说过目前这个盘,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盘 它就是等待黎明的盘嘛 为什么等待黎明?现在黑暗笼罩大地嘛 可是你要等到这一轮续日未来东升之后 当阳光再度的普照大地的时候 那个时候黎明才会来嘛 而这个时候就是等待黎明的盘 那等待黎明的盘到底该怎么做 我想这段时间我也跟各位讲得非常的清楚了 对不对?春根下云,秋收东长 既然是等待黎明 当然现在就不是收获的时间点嘛 现在就是你要去布局,你要去耕耘的一个时间 那至于说现阶段 我们带我们的会员到底做了些什么一个动作 我想你们也都很清楚 我每天在节目里面讲到的也都会背了嘛 我们搭配着,趁着拉回 我们针对现在一些被错少的 一些被低估的这些标的 我们趁着拉回,趁着还在低档的时候 我们逢低再做买进嘛 那等到未来盘势回稳 当新一波涨势启动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是最大的赢家 因为你已经做好了耕耘,未来怎么样 你就能够很轻松的来做一个收场的一个动作嘛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不耕耘 等到盘势一旦重新发动 那个时候光明普照大地 你这个时候再跟市场多数人急急忙忙的 来抢这些正在涨的一个股票 那我说过,结果又会完全的一个不同 那到底哪些股票 哪些股票它是被错杀是被低估的 我想这段时间 我的方向,我的标的 我也没有每天给你变来变去啊 你说这一两个月下来 我有跟你每天变不一样的股票吗 今天看盘面有什么族群在涨 什么股票在涨 我就告诉你,哦,这我有啦 好,那明天又换另外一组股票 哦,这我也有啦 反正涨了股票,我手上都有 我相信你看,你看了这么多节目 盘面上是不是有很多的专家权威名师名嘴 啊,都是这样子 反正盘面涨的股票他家都有啦 那我每次我想到这个 我就觉得很纳闷呢 啊,每天涨的股票都不一样 啊,每天涨的股票你都有 啊,你开什么玩笑啊 啊,你手中是要几档股票 你是要一二十档股票 啊,你落地是要有多钱吗 你是像巴菲特一样 有那么多的一个资金吗 啊,不然你怎么买啦 好,那当然人家要怎么做 我管不着了 好,但是我说过 我的做法很明确 我就是趁着拉回 锁定我看好的标的 那我现在看好什么标的 你们都很清楚 我看好AI嘛 那AI我锁定的 我认为价值最被低估的 还是华硕这档股票嘛 有没有 还是华硕这档股票嘛 那除了AI 大型股 正AI的华硕以外 我说接着下来 盘是一旦回稳 陆陆续续的 也会有一些中小型股会开始一档接着一档开始发动啊 甚至于现在已经有一些中小型股 它已经按捺不住 已经先带头往前冲了嘛 就好比3363 这一次大家熟到不能再熟的股票 有没有上权 有没有 还有什么 4908的前顶 华硕也好 上权也好 前顶也好 我今天第一天讲 没有啊 这段时间我锁定的就是这些标的啊 我也不怕你知道 对不对 只不过 纵使我对未来的方向 甚至于标的我都让你知道 但是如果说你的做法 跟我们不一样的话 那结果可未必一样啊 我说过 同样的一档标的 我们面对的是同样一波行企 纵使是同样一档股票 如果做法不一样 结果有些时候 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就好比说 华硕就好 对不对 华硕前面 我们这一波 有没有 记不记得 当时在350 360 370 380 390 连续的买进 第一档连续的买进 发动前连续的买进 后来一发动 从三字头一路涨到438 我们高档出一趟 等到拉回 我们现在继续布局 准备再做第二趟 没有错 第二趟涨了没 没有 我们还在布局阶段 但是我请问各位 钱面你买在这里 后来涨上来 你高档出一趟 纵使现在第二趟的布局 我们还没有赚钱 这事实我不怕你知道 我说过 现在我就在耕耘嘛 现在还不到 我收获的时候嘛 所以我没有涨 我的股票没有涨 我现在没有赚钱 我就让你知道 我也不怕啊 我说过我做股票 我不会每天跟你标榜 我的股票天天在涨 停榜 我的股票天天在喷 没这么好的事情啦 这好的事情自己做就好 我还要做老师呢 对不对 所以 现在就是布局的阶段 但是我说 纵使我们这些股票还没有动 但是你前面 这一波 你有没有先放在口袋了 前面这一波 你有没有赚起来 先放在口袋了 所以如果说你整体来讲 你华硕是赚钱还是赔钱 纵使现在还没有赚 可是前面你已经先赚一波了 这是我的做法 我想你们也都是怎么样 共同见证 是有目共睹的嘛 但是如果说你是 等到涨上来的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投资朋友 当时我们在布局的时候 都没跟上 然后等到涨上来的 全市场说 哇华硕好啊 华硕庙啊 华硕呱呱叫的时候 大家再来追 你看像现在 同样一档股票 你在等什么 你在等解套啊 我们是等着准备赚第二趟啊 结果没有大大的不同 其他 上全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上全我是不是也是做第二趟了 第一趟在七月初的时候 当上全股价还在四字头的时候 我说这个我讲这个都负责任的 不是我事后放马后炮啊 灰掐鬼害的本鼻啊 我讲这些大家都可以去询问看 甚至于你认识我够久的 当时不管是广播节目也好 视频也好 难道我都没有提到吗 四字头就代理布局 后来一口气 一发动从四字头涨到五字头 六字头 七字头涨到哪里 最高甚至于来到多少 七十九块八 你看 他能够了 他能够了 就变八字头 当你四字头 四十出头布局的股票 涨到快要八字头 你有没有至少八十趴九十趴 放在口袋 让你掐头去尾再打折 至少你也有七十八八十趴 放在口袋的嘛 因为我高档是有带你出一趟 有没有 这叫分段操作嘛 老朋友都知道 这是我们操作的 必然的一个纪律 然后一样啊 等拉回之后 我们现在怎么样 我们现在再做第二趟 现在上全也是第二趟 那上全到上个礼拜 我还在创新高 你告诉我 除了前一波 你已经大转放口袋以外 第二波 你是不是也开始赚钱了 你说众说这两天整理呢 这两天整理是不行 股票是一定要每天去 哪有股票是每天涨 都是不用整理的 有 我请你告诉我 我比较孤陋寡闻 对不对 我认为股价本来就是有波动 才有机会啊 股票不就是有涨有跌啊 只不过 你不要老是去想要追在最高点 当大家都来讲 他有多好有多好 之后你再去追 你看 上个礼拜上全在往上创高的时候 是不是一堆的又在跟你讲上全 讲CPO怎么样怎么样 啊CPO我几月讲 我七月就讲了 我在他股价四字头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了 对不对 你看你现在再来追 当然未来我认为他都还会再过高 都还有高点 只不过如果说你是追在上个礼拜五高点的 有没有人追 你看这个量 你认为有没有人追 对不对 这一天成交量多少 这一天成交量五万八千多张 你说有没有人追在这里 那如果说你去追在这里 不管未来会不会过高 你短线线的套在这里 你就感觉不错了 对不对 是不是结果也不一样 我们是第二趟 连续两趟都大转了 对不对 那4908的潜顶 不也是一样吗 对不对 过高之后现在在整理 没有错 他还在整理 但是潜顶的做法 我也很清楚 当时过高的时候 大家都在追 我说你不要追 不要追 不要追 不是他不好 叫你不要追 而是好的股票 你也要等拉回再买 一档好的股票 当大家全市场都告诉你 他有多好 有多好的时候 你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 会让自己暴露在很大的风险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你趁着拉回布局 你到现在 不要说像华硕 像上权一样大转 至少 你会赔钱吗 你会受伤吗 这些都是我在节目里面 我每天在跟你复习 每天在跟你叮咛的标的 我没有每天跟你变来变去 对不对 我这段时间就做这些股票 就锁定这些股票 我没有任何的变果 我们的做法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准备收割的心情 但是如果做法不对 可能很多人现在还在等解脱 是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结果 好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方法很重要 好 那至于接下来 我说现在盘就是等待黎明 对不对 那这个黎明什么时候来 好 现在很多人都在期待 中秋会不会变盘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中秋变盘 你想 现在 当大家都绝望悲观的时候 当中秋开始变盘的时候 是不是黎明很快就会怎么样 很快就会重返大地 好那至于说中秋变盘 有没有可能 我认为这个几率还是蛮大的 倒不是说中秋节一定要变盘 而是说中秋过后 是不是第一个长假的效应 这个变数它不在了 对不对 那你说后面还有一个国庆日的一个假期 也没有错 那最晚最晚 我认为等到这两个长假效应都过去之后 其实 以现在的一个盘面的一个状况 我认为 新一波的涨势随时会发动 而新一波的涨势一旦发动 我再一次的叮咛 除了原本被低估的AI的股票 AI股票不用我再多讲了 你看这段时间大盘持续在破底 AI的股票已经不动了 甚至于在垫高 还没有在破底 本来是往上在垫高了 所以代表 这些已经被人家看到 它的股价是被低估的 它是被错傻的 所以 当未来盘面一旦指纹 他们就是 网上带头的领头羊之一 那除了这些AI 我说过一些中小型股 也会开始搭配的开始发动 尤其我说 你喜欢做一些中小型的标股的 因为这些股票很活泼嘛 一喷 往往就是三成五成 甚至于是一倍 那我想 过去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标股 甚至是倍数的标股 都比市场要人多很多嘛 对不对 我想这个部分 我不要再去数这些绩效了 好 认识我够久的 你们都很清楚 那最重要的 后天 就是中秋节了 对不对 好那我想 老朋友都知道 在每年的中秋节 我们有一个光荣的传统 什么光荣的传统 我们都会做一颗 我们都会有一颗 不一样的月饼 要跟大家来分享 今年当然也要遵循 这样的一个光荣的一个传统 所以今年我们还是要送一颗 跟大家不一样的月饼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让大家在赏月之余 也可以拿着标股 对不对 等着来赚钱 好那为什么 这颗月饼跟人家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馅料 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除了是双蛋黄以外 你也看到我们的蛋黄 是跟人家不一样的 所以这颗 不一样的一个月饼 最重要我再提醒一次 如果一旦中秋变盘 你是要等到中秋变盘之后 跟着市场多数人来追 这些已经喷出去的股票 还是你要趁着明天 是中秋节 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大家都还在等啊 都还在看的时候 你逢低要先卡位 这个你自己决定 那如果你想趁着大家都 还没有来跟你抢的时候 你想先布局先卡位的 那么这个不一样的月饼 来注意听了 你只要在我们股市罗宾汉 那股市罗宾汉官方账号的 light的对话视窗 打上什么 打上中秋快乐 打上中秋快乐 四个字 你就可以把这一颗 不一样的月饼给带回去 好那至于 还没有加入我们股市 罗宾汉 light的官方账号的朋友 也可以利用这个QR Code 赶快把它扫描起来 加入到我们这个账号 最重要的 记得要打中秋快乐 就可以把这颗 不一样的月饼给带回去 那也预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